这次疫情至少感染了340万人 并造成了24万人死亡 这还没算上中共完报的数字 谁是这次世纪大瘟疫的罪魁祸首呢 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证据终于要出炉了 我们来看看究竟 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这里不卖货 只交朋友 您还好吗 之前一直在追踪疫情的新闻 因为这次蔓延全球的疫情 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事关生死的考验 如果选择错误 会给自己的未来造成无可挽回的结果 今天我用反推法带大家来一探究竟 好 废话不多说 封上新闻 我们看到西方世界真的开始动手了 澳洲每日电讯报 The Daily Telegraph 5月份取得了这份 由来自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情报机构所组成的五眼联盟撰写的报告 这份长达15月的研究报告指出 中共对疫情的保密相当于对国际透明度的侵犯 报告指出中共在面对疫情时发生几项过失 包括严重否认疾病人传人 让大声几呼的医生和科学家封口或消失 破坏实验室病毒证据 未经采样与调查就消毒武汉海鲜市场 拒绝向从事疫苗工作的国际科学家提供活体样品等等 最终让疫情扩散 危及全世界其他国家酿成这场世纪文艺 我根据多个媒体的报道 按时间线整理了一下脉络 时间拉回到2019年12月31日 也就是李文亮吹哨的第二天 中共即在搜索引擎上 对该病毒的信息进行审查 包括了SARS电异 武汉海鲜市场和武汉不明肺炎等等关键字 这样的信息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的调查 在疫情爆发后 12月31日中国网上就有高达45个相关禁词 2月中禁词组合更高达了516个 我们去反向推理这个事情 如果中共当初没有控制言论 而是呼吁民众提高警觉 做好防疫措施会是怎么样呢 留给聪明的您自己去思考 2020年1月1日未经任何病毒来源调查 没有确定传染途径感染人数 武汉海鲜市场立即被关闭消毒 同时武汉市卫健委要求销毁病例样本 对公开病毒消息的8个人 武汉警方快速传唤病查处 而且呼吁所有公民不要捏造谣言 不散布谣言 不相信谣言 以控制疫情消息的传播 中共没有去控制病毒而是控制病毒的消息 不去解决问题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这是他们一贯的手法 在过去这么多年来理事不爽 可是问题也越积越深 终于以病毒的方式彻底的爆发了 您说对吗 1月3日武汉市卫健委命令将病毒样本 移至指定的检测机构销毁 同时执行与该病毒有关的封口令 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停止发布新病例的更新 直到1月18日 1月10日到武汉视察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 王广发接受央视访问时说 疫情可防可控 大部分患者属于轻到中度 没有出现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 1月12日上海张永珍教授带领团队 因为公开全球第一个病毒基因序列 实验室以整改为由突然遭到关闭 1月24日北京当局阻止武汉病毒研究所 与德克萨斯大学共享分离病毒株的样品 1月25日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 将疫情舆情心理列为三大战场 当天微信安全中心跟着发布 关于某某病毒肺炎相关谣言专项整治的公告 并威胁违规者可判最高7年的有期徒刑 五眼联盟的这个报告 看起来都是公共领域可以找到的 也是众所周知的一些信息 报告出来以后 中共的所谓专家跳出来说是 美国将疫情政治化了 把公有领域的信息总结一下就政治化了吗 中共每天都在搞政治宣传 却不让百姓谈论 他们有枪有炮 有冒烟的航母 还有原子弹 却怕老百姓发出预警信息 这得做了多少坏事才怕成这样呢 接下来一个重点是 长时间否认病毒会人传人 该报告也谴责 中共当局一直适口否认 病毒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尽管有证据显示 从12月初开始 病毒就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了 但中共当局一直否认直到1月20日 疫情发展到现在 我们看到了 这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1月20日之前 他们就一直否认人传人 可是他们自己知道病毒是会人传人的 所以一直隐瞒信息 现在不只是人传人了 连空气都传染了 阿猫阿狗全都传染了 当初他们怕民众恐慌 担心政权不稳 现在全世界都跟着一起遭殃 中共的这种思维模式和维稳的方式 出问题是早晚的事 五眼联盟的报告中写道 某某组织也这样做 相信大家知道 这个某某组织是哪个组织 就是跟中共一个鼻孔 发生出气的那个组织 然而台湾官员早在12月31日 就提出了预警 香港专家也在1月4日 对此表示了关注 以上都是中共在疫情大爆发 以前的所作所为 而且证据确凿 不可否认 抛开病毒的来源不说 病毒扩散的罪魁祸首 是不是中共呢 到现在还在抵赖 为了避免追责 中共还在拒绝第三方调查 导致控制疫情的有效时机 不断的拖延 轻者自轻 如果自己是清白的 为什么害怕别人查你呢 不止如此 报告中同时指出 中共对国际社会多次施压 努力洗刷其疫情源头的形象 并希望成为成功控制疫情的典范 报告中批评了中共对旅行禁定的虚伪态度 指出了在二月份 中共一直面对国内实施严厉的封锁和隔离措施 一面呢 却在整个二月份施压美国 意大利 印度 澳大利亚 东南亚 邻国和其他国家 让他们不要通过旅行限制来保护自己 并且抗议各国不一道某某某某组织的官方建议 是过度抗议 今天看来呀 谁听了某某组织的建议 谁的疫情就非常严重 谁在中共的压力下屈服了 谁就倒霉 您说对吗 同时该报告还指出 数百万武汉人在武汉疫情爆发后 和1月23日封城之前离开了武汉 某某某某组织在此时的态度上和中共一唱一和 尽管疫情持续爆发 某某某某某组织到了1月30日才宣布 疫情构成国际卫生紧急公共事件 但仍不建议采取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措施 我想请问那些专家还是专头的 如果当时中共没有施压某某组织 早一点发出警告 全世界早一点封锁 会有今天的局面吗 另外中共也多次施压各国 要求其正面评价中共的抗议模式 或是放弃对病毒进行独立调查 这里还有个小故事 美国威斯康星州参议院议长罗斯在3月26日提出一项决议 要求议会确认中国共产党 故意在肺炎疫情上误导了全世界 那么为何罗斯如此针对中共呢 原来他收到了中共领事馆的私信 希望他能称赞中共对抗病毒的反应 对此罗斯只一个字回应 白痴 中共永远都是一边干着见不得人的狗当 一边塑造伪光正的形象 这次把一个文明社会的议长 都逼到骂人的份上了 大家想一想 用句俗话说吧 人不要废死天下无敌啊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五眼联盟的报告 根据德媒报道 中共的外交官试图游说德国官员 请他们公开赞扬中共的防疫措施 德国外交部已经在3月建议政府的各个部门 不要配合中共的要求 由于澳大利亚呼吁对该病毒进行独立调查 中共威胁要中断澳大利亚的贸易 我个人认为在过去很多年里面 中共用贸易威胁这个大棒屡试不爽 可是现在到处空闭了 如今西方世界都在准备去中国化 你不威胁还好点 你威胁了死得更快 看看现在中国的外贸订单还剩下多少 有智慧的人是总结过去 找眼未来 中共是活在中国梦里 不愿醒来 真为这些中共的官员们灼急 这个春秋大梦何时能醒呢 按照他们自己的话 这也没有与时俱进呢 报告也称 五眼眉盟国家正在调查 病毒从武汉研究所泄露的可能性 并且指出武汉病毒所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 时政力团队握有约50种病毒样本 其中一个病毒的基因序列 有超过96%的一致性 美国一直要求中共对疫情要透明 据福克斯新闻4月15日报道 美国情报官员越来越相信 病毒很可能起源于武汉的P4实验室 川普总统在4月30日白宫表示 他有看到证据表明 中共病毒可能起源于武汉实验室 但他不能透露细节 他说是的 会有 Yes I do 而且我认为某某组织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因为他们就像中共的公共关系机构一样 中共知道自己有见不得人的东西 所以每次外界要调查的时候就嗷嗷叫 以为自己声音大就管用 忘记了一句话 有理不再升高 报告中说 如今随着某某病毒蔓延全球 至少感染了340万人 并造成了24万人死亡 这还没算上中共瞒报的数字 现在不只是美国 澳洲 欧洲 还有中共的非洲兄弟 印度等一些国家 都要求中共赔偿这次疫情造成的损失 已经形成了骨牌效应 中共已然形成了老鼠过街了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指责和追讨声 中共估计要原形毕露了 大家拭目以待 还有另外一个关于武汉实验室的报道 据英国美日邮报报道 过去一个月 武汉病毒研究所删除了 其工作人员缺乏应有的防护装备 在实验室内和室外取样的照片 也删除了2018年美国科学家 Rick Switzer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文献 他就武汉所严重缺乏专业培训人员 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 曾向美国国务院做出警告 不管这个病毒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生成的 如果和中共没有关系 为什么要销毁证据呢 种种迹象表明了 中共是造成这次全球瘟疫大流行的罪魁祸首 可是他们不但不悔改 还在不断的毁灭证据 而且不停的加强对国内老百姓的洗脑宣传 颠倒黑白混淆事情 想要抱着十几亿中国人一起陪葬 先后甩锅给美国、日本、意大利 还是那句话 no作no die 越是这种行政越让世界看清楚中共的丑恶 已经不能用缺德来形容了 这个共产党附在中国老百姓身上 祸害全世界 所以还是奉劝为中共站台的善良的人们 能够早一点醒悟 恢复中国人的传统 恢复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道德 不做马列的陪葬品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中共造的灭和中国人没关系 趁早远离 如果您认同我的观点请点赞订阅 不认同请您留言 我们已经探讨 感谢您的支持与好爱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